而昨天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 学校防堵心流感都开始 为了替学生量体温 但是状况真的不断 胎大小儿科感染 主科主任黄立明就表示了 其实有4成5的感染者 根本没有症状或者是不发烧的 发烧筛减因此是抓不住全部的感染者 而疾管局长郭绪松则是坦诚 发烧筛减每8个人 其实就会漏掉一个人 只能延缓病毒的传播 并没有办法把疫情完全挡住在校园外 而前卫生署长叶敬川也强调了 发烧的时候病毒传染力强 发烧筛减虽然没有办法全部筛掉感染者 但是量体温大概是可以筛掉8成左右 还是有助于防疫疫情的